嗨,大家好,我是大喜妈妈 这是我勾的一个普通的辫子针 这个辫子针呢,它勾的比较松散 用它来做袋子就显得单薄了一些 今天呢,教给大家勾一个加密款的辫子针 这也是辫子针,是加密款的 我用它来勾呢,可以做包袋 这是反面 它比较密实 做袋子呢,更结实一些,更合适一些 具体的是怎么编织的呢,我来演示 普通的小辫呢,这个辫的针呢,就是这样勾的 直接是一针一针的勾锁针就行了 一针,两针,就这样 一环套一环 因为我这个线很粗,所以它更松散一些 就是这样的 这种勾法呢,在我们织衣服的时候 或者织别的花片的时候呢,用的很多 这是普通的,今天我要教的这个呢,是加密版的 那加密版的是什么样呢? 起针也是这样起 绕一下 好 勾一个 锁针 勾完以后,这个线不要拉得很紧 最关键的呢,要把这个线头 搭在这个主线上 这样搭在上面 让它下一针的时候呢,就包在里面了 所以呢,要把针插到这里面来 然后把它包在这一个线里面 这样,再勾一个锁针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线拉紧 好,下一针呢,接着再往这里面插针 再勾一个锁针 就一针一针的这样勾 始终是在这儿 看到吗 上这儿插,好插针 然后,勾一个锁针 插进去针以后 这个线可以稍微拉一下 然后,再勾 也不要拉得太紧 你拉得太紧,这个绳太硬 看,让这个针能够很自然的出来就可以了 从这儿插针,好插 这个食指顺势往上一挑 这个线呢,就收紧了 不要太紧 这个时候呢,可以让它松一点 然后,插针 插进来以后 这个地方还是这么松是不行的 所以呢,这个食指稍微一拉 好,就出来了 好,就出来了 你看,这样勾的辫子 直接可以就做绳子硬 因为它很密 它没有很大的空洞 比较结实 实际上呢,它就是挑的这个针 但是你从这儿插呢 不如从这儿插好插 看,你这样一松 这个地方就松开了 再插 比较好插针 反面就是这样的 一个小疙瘩,一个小疙瘩的 比较密实 做我们勾的小软包啊什么的 用的那绳子都可以 如果要是在织衣服的时候 需要这么一个绳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勾 如果你只勾一个小辫的话 普通的那种辫子针的话 它太松散 一记呢,它就拉得很细了 这种呢,它不会 好,就这样往下勾就可以了 方法很简单 但是如果要是不指点的话 你可能勾不出这样的来 最关键的这个绳 这一步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头走那一步 要不走那一步呢 你勾不出来 好,加密板的辫子绳就勾完了 你喜欢吗 喜欢你就收藏吧